经历了上周的恋爱瓜、离婚瓜、绯闻瓜之后 这周娱乐圈的各位明星们也在努力地完成10月份的瓜田KPI 这里是虾谈与子酱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周都出现了哪些新瓜吧 随着星汉灿烂烂的高热度 吴磊和赵露丝的无路可逃CP 也成为了很多网友公认的年度最佳荧幕CP 即使这部剧早已经大结局 但还是有很多CP粉密切关注着两人的CP超话 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却让很多CP粉哭晕在了厕所 原来有网友发现 吴磊把自己社交平台账号上的感情状况改成了单身 眼看着自己刻的CP就要悲剧收场 CP粉们可急坏了 其实吴磊的这个操作可以理解 很多时候公司都会适当地结绑CP 尤其是在新剧即将开播的时候 目前赵露丝和吴磊都有新的代播剧 吴磊和周宇童合作主演的爱情而已 即将提上日程 而赵露丝和陈哲远合作主演的偷偷藏不住 也正在拍摄中 所以为了这两部新剧 吴磊也不得不赶紧划清界限了 适当地刻CP还是能够理解的 这是粉丝们对于作品的一种肯定态度 但是荧幕CP还是应该留在荧幕里 而在角色外 艺人们也会有自己的生活 有人忙着结绑 而有人忙着恋爱 10月19日 有狗仔爆出了张一山 带着新女友出门聚餐的视频 视频中张一山身穿条纹卫衣和牛仔裤 戴着口罩和鸭舌帽 打扮休闲低调 看上去轻松惬意 张一山身后跟着一位白衣美女 该女子身材高挑纤细 气质出众 在夜色中十分吸睛 一路上两人虽然没有交流 但相处默契自然 像极了老夫老妻 看上去很是般配 据狗仔透露 这位白衣美女是张一山的新女友 两人之前还被拍到 一起去海南旅游 散步 打高尔夫 玩游戏 更早的时候 张一山副驾上坐的也是这名女生 视频一出 不少网友在评论区送上祝福 毕竟张一山也算是大家看着长大的 看到她找到幸福 网友们也都替她感到开心 说起来 这还是张一山自被抓风波后 首次露面 看上去状态并未受到影响 这周同样被拍的还有陈飞宇 前几天有媒体放出消息 称陈飞宇带了一位女生出去吃饭 此消息一出 狗仔们闻风而动 准备八个地朝天 没想到这位女生竟然是陈飞宇的妈妈陈红 这下可是闹了一个大乌龙 估计阿瑟内心OS 你没事吧 这里忍不住要说一下陈红了 陈红年轻时是公院的大美女 也演了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角色 也难怪媒体错认了 毕竟陈红现在依然貌美 乍一看就像个小姑娘一样 10月15日 有媒体晒出了邓超孙丽夫妇 与友人聚会的视频 视频中 邓超身穿深色地叙 戴着棒球帽打扮相当随意 孙丽跟在老公身后 他穿着浅色衬衫 一脸素颜十分接地气 值得一提的是 主持人曹可凡与王冠也在这场聚会中 王冠穿着条纹紧身上衣 曹可凡则穿着格子衬衫 戴着小礼帽 只见他们一行人从饭店内走出 之后便站在路边聊天 看起来大家关系十分不错 据了解 这是邓超孙丽被传离婚以来首次同框露面 夫妻俩这次合体 也算是彻底打破婚变传闻了 孙丽与邓超都是圈内知名演员 两人为观众贡献了无数经典角色 演技和实力都毋庸置疑 两人的爱情也在大众眼皮底下开花结果 但花五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近两年他们时不时就会传出婚变 前段时间 孙丽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庆祝40岁生日 一向喜欢秀恩爱的邓超却没有任何表示 既没有评论送祝福 也没有发文表态 他这一反常的行为立马引发外界猜测 不少网友都说可能是离婚了才这么冷漠 还有人爆料说邓超早就出轨了 出轨对象是一个模特 随着关注的人越来越多 事情越来越夸张 真假难辩 面对外界种种传言 邓超孙丽自始至终都没有回应 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外界的想法 只想过好自己平静的生活 再来说说张萌和小五夫妇 近日网络上爆出了一组张萌和金音圣婚礼的彩牌照 照片中张萌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搭配黑色短裙 脚踩银色小高跟鞋 他挽着一位中年男子的手 这位中年男子应该是张萌的父亲 金音圣则身穿黑色T恤搭配简单的黑色裤子 他站在一边看着张萌的方向 周围还有工人正在布置现场 张萌和金音圣的婚礼应该是白色系的 四周全是白色花朵型的布置 给人感觉清新淡雅 据悉两人的婚礼日期定在10月20日 地点在三亚 伴娘是女演员海露 伴郎则是男演员张瑞 两人都曾出演过新环珠格格 说起来张萌和金音圣近两年 可以说是在风口浪尖的一对情侣了 2020年两人公开恋情时 外界一度不看好 此前金音圣曾被指控感情混乱 一年换三个女朋友 而张萌的口碑也并不好 想当年的小三风波可是闹得沸沸扬扬 所以这两人凑在一起 不少网友都是唱衰的态度 如今两人即将修成正果 也还是祝福两人婚后能够幸福 10月14日 据台媒报道沉寂了许久的罗志祥 签约了华纳音乐公司并出席记者会 这是罗志祥经历了情感风波后 时隔一年多首次接受媒体访问 不出所料的是记者果然询问了感情问题 在采访中记者关切地问起罗志祥绯闻女友 蝴蝶姐姐的近况 以及和前女友周扬青是否还有联系 罗志祥坦言自己私下与两人都有联系 并且他和蝴蝶姐姐还一直都有关心对方 蝴蝶姐姐过得很好 据悉蝴蝶姐姐在经历风波后事业一落千丈 直接在娱乐圈消失了两年多 之前曾有媒体报道 他与一名上海的医生相识多年 已经秘密结婚 由于男方长辈不希望他在荧幕前抛头露面 所以他暂时没有付出娱乐圈的准备 但事情真相究竟如何 他一直没有回应 至于周扬青 罗志祥直言他和周扬青本来就是朋友 所以逢年过节还是会互相打招呼问候 说起来周扬青和罗志祥已经分手两年 期间他也经历了新恋情 2021年 他和富二代罗浩相识并热恋 还参加恋爱节目大秀恩爱 可惜的是交往仅28天 他们便分手了 后来周扬青疑似又有新恋情 男方是小他10岁的IDOL段欣欣 面对前女友的新恋情 罗志祥也大方回应 互相祝福 最近徐峥在片场被拍了 只见穿着灰色短袖上衣的他 肚子似乎又大了两圈 几乎已经达到怀孕8月的状态了 人到中年再加上发福 让徐峥的脖子莫名消失了 都说作为演员要进行身材管理 可现在的徐峥似乎已经全然放飞自我了 此前总有人调侃 称徐峥和沈腾越来越像双胞胎 因为两人胖得如出一辙 可如今沈腾却瘦得判若两人 或许是胖腻了 所以沈腾下定决心要减肥 他在采访中向网友分享了168减肥法 意思就是16个小时不吃东西 8个小时随便吃 他说这个方式对自己特别管用 因为自己睡得晚起得晚 不吃早饭 所以很容易就能坚持下来 除此之外 沈腾还会适当运动 之前就有网友分享了沈腾去健身房 练普拉提的照片 管住嘴迈开腿 果然是有用的 最近沈腾录制了一个视频 视频中的他轻瘦了许多 身穿高领毛衣 外搭西装 颇有中年帅大叔的牙匹范儿 10月16日 网上曝光了 他从火光中走来的一组拍摄路透图 照片中 黄景瑜吊着薇娅 怀里搂着一个男人 该男性其貌不扬 戴着女士长款假发套 身穿黑色吊带裙 俨然一副女生打扮 很明显 这人是女主的替身演员 随后网上引发了广泛热议 不少网友纷纷吐槽小花 张静怡不敬夜 连吊威亚的戏都不能完成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演员 甚至有一些情绪激动的网友 喊话今年的奖项 不要颁给张静怡 或许是动静闹得太大 一位自称是男替身的演员 就出来解释了 他说自己是舞系替身 那是自己应该完成的戏份 很快张静怡的粉丝 也纷纷出来为爱豆解释 找的是男替身 说明这个动作 女孩子做不到或者不方便 消失了近三个月的林志颖 终于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了 照片中 林志颖一家五口 正在庆祝林志颖48岁的生日 场面十分温馨 林志颖穿着白色的上衣 笑得也很开心 随后 林志颖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发文写道 今年刚好是她出道30周年 大家不要担心她 都要健康快乐 最近李宇春做客访谈类节目 《我的青铜时代》时 自爆自己的身体状况 李宇春说 她的脊柱 一直有不舒服的情况出现 在她开演唱会期间 疾病又开始复发 甚至严重到要坐轮椅 一开始她并没有当回事 以为只是普通的病痛 直到连躺下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随后她去往医院检查 得到的结果是她患了 强植性肌柱炎 这件事对于只有30多岁 事业还有很多可能性的 李宇春来说 无疑是一次非常大的打击 但李宇春没有就此消沉 如今她已经诚实心情 带着病痛朝着下一站出发了 总的来说 这周没什么大事 大多是一些捕风捉影的小事 不过还是希望 李宇春和林志颖的身体 能够越来越健康 虾米家们 你们知道这周还有哪些瓜吗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